真心是不怀疑了 我们现在的心里头有疑惑 日常生活当中 面对着内外的境界 一律重重啊 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啊 求佛菩萨指教 求贵神指教 那么这些举动不都是不信吗 如果真心了 你还去找外居这些事情吗 不需要了 真心了的人 心是定的 亲近心心情 真心 一点怀疑都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对自己不相信 半信半疑 对佛菩萨也是半信半疑 所以活得很痛苦啊 那个发喜 我们没有享受到啊 听今偶然听了一点名表 而且很欢喜了 但几分钟过后就没有了 这种喜悦不能常常保持啊 这是什么 没有真的得到 只是碰一下 接触到了 沾了一点边 真正要是得到了 你就不会舍掉 真是长生欢喜心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真没有了 在你日常生活中能看见 为什么 过去什么都计较 紧紧计较 现在不计较了 很衰火了 以前见到人 这个喜欢 那个讨厌 现在没有了 讨厌的人也喜欢了 他就变了 境界就变了 心态 言语动作全变了 这逐渐逐渐跟佛菩萨接近了 经经量量计较的 那是跟妖魔鬼怪接近了 那不是跟佛菩萨了 那是跟佛菩萨